下面 心如大海 大海有五种品德 第一 海水曾经不受死尸 海水不接受死尸 你有死尸 它就会你推到岸上来 第二 生产奇珍异宝 第三 天龙日夜降雨 大如车轴 也不会溢出来 第四 大风猛吹 烈日暴晒 也不会枯竭 第五 深不可测 菩萨也是一样 第一 菩萨的内心清静 不接受悔戒的尸体 它不会让自己犯戒 第二 菩萨的心地 能生出无量智慧法宝 第三 佛说再深的法语 菩萨也能接受 哪怕佛就说 一切法 佛也是空的 他也能接受吧 他也不会溢出来 第四 邪魔外道的猛风烈日 也不能损害 第五 菩萨的智慧 甚深微妙 难以测量 所以说 心如大海 诸佛滋皆 弟子 是凡 是主 所敬 诸佛是十方诸佛 资皆是赞叹的意思 弟子是指四众弟子 是凡是帝氏和凡王 是主 就是因为帝氏和帝氏是欲界的主宰 凡王是色界的主宰 所以叫是主 这是说 不但帝氏 凡王 四众弟子都非常恭敬 对为摩呀 就是十方诸佛也是无不赞叹 这就是上探下境啊 上面的文字合起来正好对应长者的十种道德 上面是赞叹实质 下面再来赞叹方便 欲度人故 以善方便 居皮耶利 菩萨呢 本来也谈不上这个那个 现在只是为了弘扬佛道 度化众生 才要视线这种善巧方便 居住在皮耶利大城 自财无量 赦助贫民 这次再来说 怎么化到众生 既然是度化众生 上面不是说 度人嘛 欲度人嘛 度人就需要六度万行 以及各种方便 下面先说六度 菩萨修行六度 只是为了六臂众生 如果没有六臂 菩萨也不需要六度 六度反过来就是六臂嘛 菩萨见到贫穷的人 就会不失财物 救济贫乏 这是一个 你那缺钱了 你肯定要给钱了 你否则你给什么 看到破戒的人 就会劝人持戒 防止毁犯 你肯定劝他持戒了 你不可能再叫他犯戒吧 遇到嗔恨的人 就会让人忍辱 熄灭嗔恨 发脾气不好 一发脾气 血压升高 当上或者休克了 或者猝死了 那都不划算 碰到懈怠的人呢 就会劝他精进 不要懈怠了 人生也就这几天时间嘛 都被你睡过去了 有什么意思 遇到散乱的人呢 就会教他禅定 这种人作恶不端 心生不宁的 就教他禅定 如果是愚痴的人 就要开发他的智慧 让他变聪明 等等等等吧 这是用六度教化终生 我们去教化终生 也离不开六度啊 都要用这些去教化终生 才能利益终生 苏维为白衣 奉持沙门清静律行 下面再列举十八件事 说明菩萨的善巧方便 白衣是印度在家人的称呼啊 印度人多数都喜欢白色衣服 所以叫白衣 反过来出家人穿的都是染色衣 因此又叫姿衣或者染衣 姿呢就是黑紫色的衣服 还不是纯黑 带点紫色吧 沙门是出家人的总称 翻译过来叫秦西 就是勤修戒令会熄灭谈尘痴 这就把出家人的事情交代出来了 出家就干这个的嘛 勤修戒令会熄灭谈尘痴 又叫西心 就是熄灭一切有所得心 有所得心就是一切邪之邪见 你只要有所得通通都是邪见 因为你凡是有所得不出人法呀 不是人就是法 这个人法不是有就是无 这个有无不是断就是长 你只要有所得都离不开断肠邪见 你放心 所以中本启经说 西心达本源 故号为沙门 罗师说呀 无论佛法外道 凡是出家人都叫沙门 就不光是佛教了 奉持沙门律行 出家人的唯一戒律 在家人不可能样样奉持 你毕竟还有很多障碍 必然会有许多的违反和缺失 就像你在家了 你负责做饭 那你儿子非要吃肉 你怎么办 你不做就得干起来 这个家就搞不好 但是作为白衣来说呢 只要保持心地清静 不然五欲六尘 这就是奉持沙门清静律行 奉持沙门清静律行啊 要保持心地清静 不然五欲六尘 这就可以了吗 至于说儿子非要吃肉 你就不让他吃不就行了吗 你这点还说了不算啊 那你这父母不是白当了吗 不要由着他们造业 在家里就自己说了算 谁做饭谁说了算吧 你不想吃自己做吗 是不是 不要惯着他们 这也是密劝在家出家 劝出家人 大经说了 有些人虽然染了衣服 但是还没有染心 心上还没有沾染佛法 他不学佛法 你说这怎么弄 出了家了 光去做别的 不学佛法 这不行 如果你内心没有沾染佛法 这就是奉持沙门 还是白衣啊 其次劝在家人 你只要染心就可以 你何必非要染衣呢 只要把那个心沾染上佛法 天天思维佛法 学习佛法 包括落实佛法 你何必非要出家呢 出家干什么 出家不也就是这样吗 不也就是去打扫心地吗 这就是虽为白衣 名为沙门 虽处居家不拙三界 这一句也是超凡悦胜啊 二成人都是厌世出家 在家人都是贪拙三界 小成人呢 挣到罗汉 他就不能在家 因为挣到罗汉 就跳出三界外了 你怎么可能在家呢 在家人在家 你就挣不到罗汉 在家人 你再怎么修行 修行再怎么好 你也挣不到罗汉 因为按照佛教来说呀 必须出家才能挣阿罗汉 在家你挣不了 最多你给你个三国 现在菩萨在家 这是不同二成啊 二成都是厌世出家嘛 人家菩萨不会厌世 不拙三界 因此也不是凡夫 人家也不拙拙三界 所以他也不是凡夫 这就是能够不同而同 同而不同 能同能不同 这并不是凡夫而成之所能 所以是超凡悦胜 菩萨就是超凡悦胜 既不是凡夫 也不是圣人 这才是菩萨 佛说我们既然是学大乘法的人 就不要搞得跟二成一样 也不要整得跟凡夫差不多 都要有所区别 所以你不要去厌离了 去求处离了 这些那些了 这都是二成人的境界 你厌离这个缩脱干什么呢 那问题是 一切法无生 你有什么可厌离的 这都是二成人的做法 是有妻子 常求犯恨 菩萨啊 虽然现在家乡 既然你现在家乡 你往往会有父母妻子嘛 你个在家人 没有父母妻子 你这还得了 你这人是怎么蹦出来的 但是这些父母妻子 必然是变化所生 不会有什么世俗碍语 他这个问题在这里 就是威魔的父母妻子 都是他变化出来的 可不是真的娶了 人家的老婆回来了 那不是 他为什么要视线这妻子呢 这是假借父母妻子 显示自己跟世人都一样的 大家都有共同的烦恼习气 这样呢 众生就容易接受教皇 否则你搞得不容易不累的 人家看你都有点奇怪 谁接受你的教皇 但是你搞得跟大家一样 这并不是真的一样 只是变化出来的父母妻子 大家都不要学维摩 你没这个本事 你学不了 你只能是东施孝平 这个在四世法当中属于同世事 就像涅槃经说了 佛做先欲王的时候 见到五百婆罗门 心生邪见 诽谤大成 全部把他们杀掉 这些都属于化仙 就是佛变化了五百个婆罗门 诽谤大成 然后呢 把他杀掉 用这种方法教化众生 可不是真的杀人 因此 菩萨虽然有妻子儿女 家庭眷属 但是大家就像隐居在山林一样 清静 离遇 长修 繁行 不接受任何染污 凡是清静的意思 凡行就是离遇清静的行为 随服宝石 而以向好延伸 宝石就是气宝装饰的服饰 衣服上香金带银的 这就是宝饰 菩萨虽然穿着珠光宝气 富丽堂皇吧 不过呢 这只是接应世俗的一种方便嘛 你接应世俗的老百姓 就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穿着珠光宝气 因为大家都势力嘛 看你穿的好吃的好 自然就来巴结你 至于菩萨的内心呢 却是慈悲柔和 忍辱谦让 经常用三十二项 庄严其身 他哪里会把这些俗事 放在心上 随服饮食而与禅阅为位 你既然现身凡夫 就要随众饮食了 你不能一天到晚不吃不喝 你不成怪物了 众生呢 都是把新婚当成美味 新婚就是鸡鸭鱼肉了 这是它的美味 把血肉当成营养 要多吃肉 要补充营养吧 把饮食作为享受 活着就是吃喝玩了 还有什么 菩萨是把禅阅当成上位 把法喜作为美食 菩萨的美食就是法喜 天天学佛文法 把这个禅阅呢 当成它的上等的美味 他把定慧作为营养 出家人缺营养怎么办 很好办 多打坐 多修会 多学佛 你营养就够了 你喝凉水 你也不缺营养 就像老黄说的 这个打坐呀 就是最好的营养 你看那老和尚从一辈子受苦 他有什么营养 他不照样红光满面吗 照样修行的很好 不要老是吃点喝点 那才算营养 那都是垃圾 他把修行当成一种享受 这是菩萨 他天天都是法喜充满 禅阅为食 这哪里是世间的饮食 可以相比 若知 博弈系处 折以度人 博是一种下棋的游戏 意呢 就是指围棋 像下棋 打牌这些娱乐游戏 只能让人虚度光阴 一生空过 对于道义 没有任何帮助 他只能浪费你的时间 人生下来 不是玩游戏的 那样你这个人生毫无意义 也没什么价值 应该抓紧修道啊 所以菩萨也来游戏 通过游戏呢 让对方停止游戏 大家打麻将 我是赌钱吧 那我就给你赌一把 把你赌得倾家荡产 从此你就会彻底觉悟了 所谓的折就是立刻的意思 也是随时随地的意思 这是说菩萨呀 处处都在利益中生 遇到因缘 马上就可以教化 他根本不需要考虑一下 再去教化 你考虑一下 实际就耽误了 众生早就走远了 你怎么教化 不需要考虑 随时随地就可以教化 受诸异道 不回正信 受诸异道 就是受学外道法门 菩萨为了度化外道 就要学习外道的法门 你得知己知彼嘛 虽然受学外道 但是并不是说 菩萨失去了正信 而是用这种方法 来接近外道 然后再来度化外人 所以说 菩萨同于外道 是为了让外道 同于菩萨 并不是让菩萨 同于外道 这哪里是在毁坏正信啊 随名试点 常要佛法 试点是世间的学问 中国的试点是四书五经 诸子百家 西方的试点是四伟托使 这个那个 这些呢 都是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的学问 那么菩萨虽然对于 世间的典籍 无一不经 什么都懂 不过目的 还是为了引导众生 进入大城 菩萨学习事法的目的 也只不过是为了 引导这些众生嘛 所以菩萨的志愿和兴趣 只在佛法 不在其他 你别看他学世间的东西 他只是了解一下 好度众生嘛 你什么都不懂 你怎么度众生 所以说常要佛法 一切见尽唯供养中罪 那么菩萨见到什么人 都会施以救济 几乎人人啊 都受过菩萨的恩惠 所以说一切见到 唯魔居士的人 没有一个不欢喜 恭敬的 所以说一切见尽 既然一切见尽 你才好教化众生嘛 唯供养中罪 就是那些有道德的人啊 都会受人供养 世间上只要有道德 有成就的人 都会受人供养 像老师啊 这个那个父母长辈啊 但是这些受人供养 供养的人啊 又会转过来供养敬名 把自己最好的东西 全都拿来供养居士 因此是供养中罪 其次 如果有人供养为魔呢 就是供养当中最殊胜的供养 因为你供养的对象 既然最殊胜 那么你的果报 自然也就最为殊胜 所以是供养中罪 要供养要供佛嘛 因为佛的果报最大 支持政法 涉诸整幼 外国的部落 都是推选三位 有道德的长老 作为执法人员 以解决乡里之间的争送 部落就是村落嘛 每个村都要选三个老头 负责主持公道 解决争端吧 静明在三老当中位居第一 他虽然执行的是世俗法律 另外却以佛教的政法 来涉受长幼 护持众生 下面一切智生邪悟 虽获俗利不宜喜悦 智生是经营事业 维持生计 这叫智生 智生就是做生意嘛 邪悟是获利的意思 这是指经营生意 你得到了利润 叫邪悟 那么至于法身大师 他砖头瓦块 都可以变成珍珠 白银 何必还要通过贸易 来获取利润呢 像维莫那个神通啊 随便一个砖头玩画 都会变成真金白银 何必还要通过贸易 来获取利润 然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别人也不会在意菩萨的布施 你随便捡个砖头 变成金子 交给我 谁会在意你呢 那就没人当回事了 那就来得太容易了 所以菩萨还是跟俗人一样 通过贸易来获取利润 但是对于赚钱发财这件事啊 人家内心并没有任何喜好 所以说 虽获俗利不宜喜悦 游住四渠 饶益众生 渠是四通八达的大路 就是马路中间十字路口 就是行人交集的地方 菩萨为了饶益众生 所以经常来到四渠当中啊 遇到有缘的人 当场就去点话 不管什么根性都能得到利益 入治政法救护一切 治政法是主持法律的官员 菩萨为了救护众生 因此来到律官的地方 好像就来到法院吧 用王法主持公道 伸张正义 因为有些法官审案是太缺德了 根本就不合情理 他是符合法律了 但是不合人情啊 判的案让人来怯斗 所以维摩呢 就来到这个律官的地方 用王法主持公道 伸张正义 如讲论处 导以大成 天主九十六种外道 每个人都说 天下唯我一人 四海唯我一树 三界唯我独尊 而且每个国家都设有专门的论堂 世间的学生啊 虽然是幼小无知 他不明白事理 但是呢 正好抓紧教育 急早栽培啊 要早点让他学佛 不要晚了 晚了他就信基督去了 所以居士进入学堂 用种种方法引诱小孩 或者用佛法来开导他 讲个佛教故事 讲点神通故事吧 或者以财务引诱他 给他送俩鸡蛋 买个手机 弄个电脑 都可以 或者亲近三宝 或者让他带他到庙里去 参加个夏令营 或者跟他借员一个佛事 让他做个法会 这都可以嘛 依此来培养小孩的善根 开发学生的智慧 当然了 也可以带他来听法 下面 入诸音是世欲之过 外国卖音的人呢 都是单独住在一个地方 凡是有身份的人啊 唯恐避之不及 那么菩萨为了众生 也不必让寄险 直接就来到音时 知识音欲的过时 让人产生艳丽 要对他说法了 罗师说 从前外国一位长者的儿子 就是很有钱的人嘛 叫达姆多罗 花钱买了一个女人 两个人准备跑到树林里去游戏 树林里面去做坏事吧 可能 文殊菩萨在半路变成一个白衣 穿的衣服非常漂亮 女人见了之后 特别羡慕 都走不了了 文殊就说 你要想得到这件衣服 你必须发菩提心 这女人问 什么是菩提心 回答 你的身体就是 我的身体为什么就是呢 文殊就说 所有的菩提心啊 就是必尽空 无所有 那么你的身体 同样是必尽空 无所有 这个女人曾经在 家设佛那里 种过善根 听过佛法 现在听到这句话 立刻震到无声乏人 那么震到无声乏人之后 为了显示阴遇的过失 就跟那个达姆多罗 跑到树林当中 突然倒地耳亡 身上呢 马上就开始臭烂 瘴气 遍地都是浓血 而苍蝇蚓子 就爬了一身吧 以前我见过 那个死掉的小孩 有人生了个女孩 扔到树林里 爬的都是蚂蚁 苍蝇 哎呀 吓人啊 大风多罗 甚大不畏 找到如来 那里去请佛说法 最后也挣到无声乏人 这就是世欲之过的利益 要事先这种过失 入诸酒思 能力其至 凡是饮酒的人啊 都是神魂颠倒 丑态百出啊 你不喝还好 你喝醉了就是那样 或者醉卧在道路当中 或者堕落在阴沟之内啊 喝醉了 卧到马路当中 说不定就被车给压死了 或者掉到阴沟之内 别人也发现不了 第二天一看淹死了 或者摔到地上 毫无觉知 他从上面掉下来 一点都不感觉疼他 或者拿起道来啊 自己砍自己 他感觉挺高兴 他缠成幻觉了 可能 欧土的是满地狼藉 形状就像死人 而且是胡言乱语 大声叫骂 根本就没有任何忌讳 他也不会害怕枉法 因为他喝醉了嘛 他怕什么 犹大还解一脱骨 光是身子到处乱走 这种人也有啊 见到别人过来 上去就要抓住 就要打人家 所以说 亲朋好友 纷纷远离啊 谁愿意跟志荣 待在一起 恶当凶徒 围绕左右 他结交的 都是些狐朋狗友 那么菩萨来到酒寺 手里拿着三味瓶 碗里倒着拨着酒 怎么众人喝了甘露伐酒啊 自然就会改过立志了 所以说能力其至吧 下面 上面是说一神方便 一个身体所行的方便 下面再说多神方便 就是献无量神 说无量教 这叫多神方便 就不光是一个身体了 若在长者 长者中尊 为说圣法 长者就是大副长者 就像现在的豪门大祖 现在中国估计也有长者吧 大副长者 富尔代呀 光二代呀 都属于这些人了 菩萨为了教化长者 所以说献身长者 他不但献身长者 变成长者 而且他的威德 又超过一般的长者 在长者当中属于 最尊贵的长者 有权有势 所以叫长者中尊 凡是长者 多数都是以世间法自居 并且经常教训别人 长者一般都是在世间 混得很好的人 什么都懂 人也特别精明 做事也特别会来世 因此他是以世间法自居 没有他不懂的事嘛 所以说要用最殊胜的法门 也就是出世的佛法 来教化长者 若在居士 居士中尊 居士有两种 一是居家多才之事 这叫居士 二是居家修道之事 这也叫居士 现在说的是第一种 外国财产一亿的叫下居士 不要说外国 那就是中国吧 你的财产凑过一个亿 你这叫下居士 你超过一百个亿 这叫上居士 那你既然有这么多的财宝 就说明你的贪心 必然很严重啊 你不贪的话 怎么会积聚这么多财宝 你早就发出去了 所以静明就现身居士 教化居士 在居士当中呢 他的财产又超过所有的居士 因此是居士中尊 维摩不但钱财无量 而且不识无方啊 无方就是没有边际啊 维摩尚且如此 何况其他居士呢 让中国的首富尚且天天不识 何况其他的小老板 所以说大家就都纷纷效仿维摩 跟着一切不实 因此就能断气贪拙 若在刹利 刹利中尊 教义忍辱 刹利就是刹地利 是印度的四姓之一 他的地位在婆罗门之下 属于王族 掌管政治军事 仅次于婆罗门 他的地位 但是手上有实权啊 刹利利地位尊贵 势力强大 因为他是国王 不是国王就是大臣嘛 而且刚强成性 难以降服 不过这种人啊 有个优点 因为他能忍受各种痛苦 静明为了教化刹利 所以献身刹利 不但为德自在 超过所有刹利 而且又能慈悲忍辱 所以是刹利中尊 既然是刹利中尊 才可以教导刹利 让他们修行忍辱 避免嗔恨带来的果实啊 你说你狠 还有比你更狠的呢 不要老是去对人发狠 若在婆罗门 婆罗门中尊 除其我慢 婆罗门呢 翻译过来叫外义 外义就是意外的意思 很早的时候 婆罗门见到世人 都在互相争斗 争名夺利 于是起了艳离心 因此呢 抛弃世俗 入山修道去了 他这种举动啊 出人意外 所以叫外义 婆罗门是印度的最高种姓 出身最高 身份最高吧 属于僧侣祭祀阶层 主张 费托天启 祭祀万能 婆罗门至上 费托天启 就是他们的经典 是上天的启示 费托嘛 祭祀万能 祭祀啊 通过祭祀就能跟这个上帝 沟通 这叫祭祀万能吧 他的祭祀 其实估计也就是冥想打坐吧 他能入定吧 婆罗门至上 婆罗门呢 另外有自己的经书法宝 而且世代相承啊 专门以修行 做学问为主 年轻的时候呢 要做学问 结婚生子 超过四五十以后呢 就要出家修道 这是他们的规矩 你得生小孩要传承下去嘛 晚年的出家修道 所以说他们是专门以修道 做学问为主 或者在家或者出家 仗着自己的修行智慧 所以娇慢自大 特别傲慢 目中无人吧 因此静明才要献身婆罗门 不但他的凡行智慧 位居婆罗门之手 而且又能演说甚深妙法 让他们闻所未闻 而静明说的佛法 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 他自然就能摧服婆罗门的 共搞我慢 邪志邪剑了 若在大臣 大臣中尊 想这些都不需要详细解释了 没什么大意义吧 简几句解释算了 张者为摩接 以儒式等无量方便 饶意众生 这是总结 一期方便献身有疾 这一段翻到这里 下面是 为摩开始视线疾病 上面线的是健方便 就健康时候线的方便 下面线的是病方便 这个病呢 不是时有 只是假借生病 教化众生 所以叫方便 这也是无量方便当中的 一种方便 为什么要线这种方便呢 最终还是为了众生嘛 华严经有 弄法沙门 一方沙门 提员复火沙门 现在的陷病法门也是一样 都是一种法门吧 有人问了 静明为什么非要线静方便呢 回答 这是为了让人领悟无常 所以要视线疾病 有人又说 那么除了疾病之外 还有老死 还有老和死 这两件事 更容易让人领悟无常 你老了死了 不更容易让人领悟无常吗 你为什么只陷疾病 而不陷老死呢 你陷个老死多容易呢 大家一下就知道无常了 回答 因为老是需要时间嘛 人不能马上就变老 如果你昨天是少年 今天忽然变成老年 那么众生就会知道啊 这是你变化出来的老年 你这么去说话 叫话 别人就不会相信你 因为你是在变化逗我玩的 我怎么会信你 所以不能现老 因为你还没到那一天呢 如果你说现死的话 你死了就没有办法说法了 你躺在那里叫话谁去啊 你怎么叫话众生呢 你要说死了 大家容易绝无无常 那死人太多了 那每天死掉的多少人 哪一个绝无无常了 所以必须还得说呀 但是你死了就没有办法说法了 所以说也不能现死 如果是现病的话 你就可以随时生病 这个没问题 虽然生病也不至于死亡 你看我昨天身体健康 今天就卧病在床 这件事人人都会相信呀 病来如山倒嘛 快得很 其次呢 我昨天还是一切正常 今天突然就病倒在床上 因此就会知道 一切都是无常 如果在病中啊 再去说无常 众生就更加容易相信了 所以说只现病方便 不能现老死方便 再者说了 为什么要现病呢 这是以病化病嘛 如果你不生病的话 就没有办法教化众生 众生来了 你也没有理由呵斥 你好好的人家来看你 你怎么呵斥他 就像女人教化 女人他就方便 男人教化 女人他就不方便 因为男人不懂女人的事嘛 性情各方面都不了解 你怎么方便呢 现在生病的时候 说病他就方便 你本身生病 而且又在说病 这不就很方便吗 你健康的时候 说病那就不方便 那是你站着说话 你不要疼 居士的道行 既然这么深 他都免不了生病 何况是那些一般的人呢 那么居士见到 众生见到居士生病 就会知道 自己也免不了生病 因此就容易觉悟啊 微魔都这样了 都快不行了 何况是我们呢 他自然就会觉悟 再者这也是为了教化 大小二成 一切凡生 才要陷病 因为居士生病的缘故 一切人民都要来慰问 那么居士就可以卧床开市 说苦空无常无我 这就化了凡复了 第二呢 因为居士生病的缘故 佛就命令生文前来探病 那么五百生文都推死不堪 这就教化的生文 第三佛又派八千菩萨 前来探病 那么菩萨也推死不堪 这就教化了菩萨 这就是陷病的利益 总的来说呢 有四层意思 第一是为了教化 国王大臣百姓 第二是为了发起 后面的弟子品 第三是为了发起菩萨品 第四是为了发起 问极品 来自博尔法门品 下面是众人问病 以其极固 国王大臣 长者居士 等等等等吧 因为为魔生病的缘故 所以说举国上下 无数千人 都来看望居士 因为这些人 都受过居士的恩惠啊 现在居士既然有病 怎么可能不来探望呢 因此 国王大臣 长者居士 婆罗门等 都纷纷来到仗室 问候为魔 都来了 都来了 反正站也站不下了 已经 其王者 为魔因意升级 广为说法 凡是来看望居士的人啊 为魔就会假借疾病 献身说法 就说法当中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宣说生死过患 就是说生死的过失 第二呢 再去赞叹法身功德 诸人者 世神无常 无强 无力 说生死过患呢 有五句 第一是无常观 第二是苦观 然后是空观 无我观 不敬观 为什么要说苦空 无常 无我不敬呢 因为前来探病的 都是凡夫啊 这一品 所以说只说无常 无我 苦空 不敬 你还不能说得太深 说得太深把大家都说傻了 站在那里 那也没意思 第一是无常观 世间的一切都是生灭 千流 刹那不住 这就是无常 无常是说没有一个常住不灭的东西 一切法都是念念生灭 刹那 变异 任何事物都免不了无常啊 世间的一切啊 终生的身体也是一样 你以前少年的时候身体健壮 活蹦乱跳 现在中年的时候逐渐衰老 就感觉不行了 将来晚年的时候必定还要死亡 人人都是如此 谁也不能避免 所以说世神无常 就像善导大师 渐渐鸡皮鹤发 看看行不隆终啊 不知不觉 走路都走不了了 夹绕金玉满堂 难免衰残老病 钱也救不了你 你钱散的再多有什么用 能救到了你的生死啊 下面是无强 这是指老病 人到了老年就会失去强健 你不管再强壮的身体 你只要遇到疾病 就会一病不起 奄奄一息 所以是无强 这个身体 你不管再怎么锻炼 再怎么运动 你只要遇到疾病 你就会一病不起 奄奄不息 你别看你长得浑身都是肌肉 个里个大的 那没用 什么人都经不起这个病 无力 就是老病死这三件事 任何人都没有力量抗拒 所以叫无力 你力量再大 你也抗拒不了这个疾病啊 无奸 这个身体是四大所成 空无实体 因此它是脆弱不堪啊 说坏就坏 要死就死 所以是无奸 有些人一口气不来 就倒掉了 说着说着就趴下了 这就是无奸呀 说坏就坏 要死就死 素修质法 上面是粗观无常 就大概的观察无常 现在是细观无常 从微观上来看呢 身体内部都是念念不停 刹那不住 这个内部的细胞都是新陈代谢 就像电光石火一样 无时无刻不再生灭变异 所以是素修之法 时间最短的单位是刹那 刹那是刹那是 0.018秒吧 0.18秒搞不清了 一坛值有60刹那 60刹那是一秒 60秒是一分钟 60分钟是一小时 24小时一天 30天是一个月 12个月是一年 人的一辈子 就是被这些无量的生灭 在念念切割 分分秒秒把你切得零零碎碎 刹那变异 哪里有我 我就是主宰嘛 谁在主宰 你根本就主宰不了你嘛 不可信 这是总结 如果身体真的是常住不灭 坚强有力 永存不朽等等等等吧 可以说世间是长得我尽 你也可以去贪恋 执着 现在既然无常便宜 张不保夕 你为什么还要贪恋 世间而不勤修道义呢 说这些都没有用 大家该贪恋还贪恋 没有用 基本上 我讨论一分钟吧 时间到了 平常读经怎么思维啊 那就不需要你去思维了 你思维肯定要思维错了 好好的跟着学学佛法再说了 不要自己望闻生意去思维 没有用 你不思维还好 你思维思维一身邪见 先把三嫩过一遍再说 过一遍 然后再去思维也不迟嘛 善根嘛 就是一切功德善业 都是成佛的根本 这就叫善根 就像你做好事 赔福报 帮助别人 布施 持戒 这些都是成佛的根本啊 这些事 所以说这些事都叫善根 总之来说吧 一切善法都可以叫善根 根就是根本嘛 什么根本 称佛的根本 什么是称佛的根本啊 就是你的一切功德善业 平时怎么知道 切入了修行 都不需要知道 你根本就切入不了 连个佛法都不懂 你怎么切入呢 这些都不要操心这些事 先学点佛法是主要的 现在还切入修行 还早 你知见不正 你修什么呢 还切入修行 天呀 先把那切入知见吧 也不要检验了 你也没那个智慧眼 你怎么检验 你检验 你首先你是个明白人嘛 你才能检验 自己是不是 切入了 先修炼一双法眼出来 然后再检验 都不迟 什么都不想 那就变成傻瓜了嘛 怎么还什么都不想了 这什么意思搞不清 因为想什么都是错的 离开这些错误见解 你再去说话做事 这不就可以了嘛 这就很好 既然知道想什么都是错的 就不要执着这些东西了 离开这些执着 然后用这种清静的心 去说话做事 去救度众生 这不就可以了嘛 啥都不懂 就从现在开始修 多听经文法嘛 慢慢就修起来了 先读中论 你读也是白读 你读你得明白意思 你不明白意思 你怎么确立证件呢 还得学 光读没有用 都不懂问题是 中来得讲解 不讲解 你读有什么用 控制不住 下次继续控制嘛 这就可以了 功夫就是这样嘛 一点一点 慢慢积累嘛 功夫就慢慢来嘛 慢慢锻炼 这次控制不住 下次继续 下次不行 下次再继续 慢慢慢慢的功夫就成就了 禅子物说 牧牛嘛 牛老是吃草 吃草就拽回来 拽回来 他还吃 还吃你再拽 多拽几次 他就不吃了 妄想也是一样 多收几次 他就不会再打了 经常提醒自己嘛 功夫就是这么用 中论版本都是一样的 中论就是 螺丝翻译的那个版本 这个是最经典的版本 只能读这个 其他的都没有 都不行吧 不是说 行不行 这也不好说吧 学三论 参参打坐 学了三论 你就不会用 曹洞的功夫 你也不会用 灵系的功夫了 你直接一切不住了 你就会用六足的功夫了 六足就是 无恋无相 一切不住 那曹洞灵系 就可以放在一边了 看来到一边了 你也可以投了 还要 剩开来